啊 為什麼 哇 那個心跳一直跳一直跳 好緊張 結果為了配合這上面的紅 我今天就要戴我剛才沒戴過的紅色棒球帽 真的啊 所以呢 我改變了 我穿白色 其實我本來要穿的跟腳步是一樣的 我最喜歡的打開那個顏色 然後我今天就弄了 把自己的頭髮當作一種遊戲 我們要如何學習控制操控方向 然後一邊當紅燈一邊當綠燈 好 而且我比較跳痛 各位可能要包容我一下 我不太喜歡真正一些這種劇情 我會一直延伸這些內容 好 這是我一個朋友 他 我通常比較不好意思介紹自己 他跟我說這是應該的 要一開始介紹一下自己 那我有這些作品 出版一些書 然後從一開始的幼詩爾雅 也在大陸提過書 幼詩爾雅 尖端 還有秀威 現在的秀威 幼詩是出版最多 還有小路 那疫情期間很幸運的出版了三本書 那今年也應該要出書了 可是我每天在玩著吃喝玩樂 尤其我要感謝一些朋友帶給我做一件事 而且今天會有一些很特別的畫面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為什麼要一直彈呼吸 因為控制 你知道他是因為 操控是因為控制 他很愛做 所以很多片名會因為這樣子來取 不一定要跟英文人片名 他的英文人片名 他跑這了 跑檔了 因為我原來是用蘋果的Keynote 他轉成PPT 因為這邊跟我的筆電不相容 所以我已經改了 他還是跑了 然後第二個是 每個夫妻都為了你 各位有沒有覺得 他是一種非常感性的 然後你操控了我們的血流速度 有一些人會覺得說 哇這個 這個簡報這樣做的 好像很情緒勒索 會有一種 的確 他控制就是一個 我們看到了 有情緒勒索 那我們可以來談談看 他有沒有什麼樣的精神狀況 每一個呼吸都為了你 我知道今天書法大師 林老師還特地來 我蠻驚喜的 這在他的書店 新藝術店有 不落幕的文學愛情電影是 尔雅出版 那時候我是 針對所有的影評專欄 寫成 就是後來出書 那這是針對所有跟文學 以及愛情有關的題材 因為尔雅是出《親子類》 那時候希望有親子文學的電影 或者愛情 那我想愛情應該是 很多市場會接受的 然後講的歌德 有沒有人知道歌德是誰 德國的作家詩人 果葉在這兒被很清楚 然後就是 他裡面有講到 每一個呼吸都為了你 我們有沒有覺得 自己的呼吸是為了誰 太誠張了 我為自己 你為怎樣 為了自己其實很重要 用國 對 我們其實 就像瑜伽老師 像大文會道 他就很好奇 我談了呼吸 其實我很認真的時候 是不太知道自己在呼吸 但是我會是憋著氣 那我們的呼吸是什麼呢 呼吸有時候 看他原來是不是很驚喜 很緊張 害怕 他都會影響我們的呼吸 那這個我們知道 歌德呢 他的第一本小說 是上天維特的煩惱 然後出了這個書 那個拿破仁打仗的時候 把這本書放在身上 他甚至於引起了自殺潮 那維特因為愛情 他至上他有點半自斷 他愛上夏綠蒂 夏綠蒂 夏綠蒂沒有選擇 他其實是對的 愛情就這樣結束 比較美 然後他講的最好是 有一句詩毫就是 每一道陽光都像你的法 就像你金色的法 帶走所有的煩惱 所以各位可以了解一下 歌德出身富裕 只是他不重複命 不當法官或檢察官 他要當的是 微學家 哲學家 劇作家 那他醫生的愛情也很豐富 那我們從這個 改編的定義裡面可以來看 那我為什麼要談這個 跟後面其實都有關係 然後你操控了我的血流速度 那要跑回去了 你按錯 你按錯 要按往下 我按往下 我怎麼會講 再忘了一個 這不是我的簡報點 好 然後再下一幕 好 這個就是很多人看還會害怕的 你操控了我的血流速度 這本中文書呢 與王妻共度的夜晚 他的題材非常吸引我 那原文呢 他的中文翻譯是與字編 那我來去查了一下 他是法國作家 也是導演 的確是 法人 你跟你是有區分的 他寫的是 他跟他太太的愛情 很年輕的時候就認識 結婚生了小孩 可是我們知道 法國人的愛情啊 就是很分放的 他帶來愛上了 法國很知名的樂團的主唱 就是離家出走啦 然後跟著他去巡演的時候 那很多樂團的主唱 其實就有吸毒啊 吸毒感就產生了一些人 患覺有暴力傾向 就在一次巡演的時候 把他打死了 那還有這個 這個女兒還在婚姻關係中 誰處理 那他就是先生來處理啊 先生不是怪罪太太 而是非常的傷痛 尤其人 那為什麼又跟操控有關 就是面臨到失親失痛 面臨到家庭很大的意外的時候 該怎麼辦 那他經過很多年還是很痛 他也談了其他感情 甚至於後來結了婚 也有小孩 可是他還在思念亡親 那他要怎麼辦呢 他把它寫下來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歌德寫成了 少年維特的煩惱 那他把它寫下來 每一個字句 我覺得我都被刺到 然後就是很悲痛 可以感受到他非常的悲痛 然後他就有一句 你操控了我的寫的速度 你可以知道他多悲傷 然後他說他 借著這樣寫下來 他是幻想 太太來到他的面前 就是他們告別 然後他也是要放下 那這個導演他的靜坐呢 就是 《失業風暴》 《感應不靈明》 幫我切到前面的《失業風暴》 謝謝 然後《失業風暴》 就是這個作家也就是導演 他出過好幾本小說 還有拍過幾部電影 朱莉葉佩諾許演的這一部 《風評很好》 我還沒看過 各位可以關心 那這位導演 他的樂部 大有來頭 各位有沒有看過 騎士勞斯基 《藍白紅的紅》 《紅色情深》 有人看過嗎 有 好 《紅色情深》的這個 就是演 確聽人家電話的法官 他演了《愛慕》 《愛慕》 《愛慕》有人看過嗎 哇更多 好 他就演的是也是一樣 江婷的意外 可是太太是音樂家 很優秀很有氣質的音樂家 她失智 然後又中風 她想離開世界 可是先生要幫助她 幫助她是不是要面臨心責 她想要非常大的勇氣跟愛去執行 然後這個的導演是麥克漢內克 是我非常喜歡的導演 然後她藝術性很強 她每部電影其實都非常的殘忍 這部還算殘忍中很多愛很溫馨的 然後可以看到她鏡頭的轉變 她的鏡頭每一個 她不是親自告訴你這是發生什麼事 就像桌椅她的壁畫 她是你要從上面看 原來有這個壁畫 之後又沒有或換了一個位置 然後她的隱藏攝影機 很多人去看沒有看出來 她最後一幕告訴你 凶手是誰 或者誰犯了案 誰失蹤了 她其實在哪裡 然後她並不明顯了 然後這也是我寫在 胡蘿蔔的文學愛情電影裡面 愛慕這個 我把它取的小標題叫做 淚與猩猩穩穩的花板 那什麼叫淚 什麼叫猩猩 什麼叫花 看了地影都知道 它其實是一個很悲傷 老年人的故事 還有它回顧童年的故事 然後最重要來了 看地影的時候 各位都是從什麼角度去看 題材一般就是題材 來我很喜歡科幻片 愛情片 或者動作片 恐怖片之類的 然後再來就是 可能我喜歡哪個演員 我就專注去看她的電影 看多了你會針對的是 導演或者編劇 然後或者其他配樂 那我們在看的是 一般人一定是用 喔很喜歡 譬如有人很喜歡 朱莉葉畢諾許 然後她就 好謝謝 都比較好用嗎 然後朱莉葉畢諾許 她就會去看她很多很多電影 然後主配角的關係 差異性 其實有些電影她演一演 她人物的性格差異很大 有的你會覺得她正常 她是因為發生什麼事變這樣 有的日論七八糟就變了 她沒有把它整個轉述的很好 然後什麼叫顏色鏡頭運用 顏色不是說墨片 然後就是黑的 彩色彩色 她事實上是可以有些差異 彩色的影片呢 她可能還是可以做出一些變化 像剛才各位看的操控 因為她是在加拿大牌的 我們可以看到她很冷 然後畫面比較白 然後顏色運動啊 就是鏡頭運動 鏡頭給我剛才說的 那個麥可和麥克爾 然後她的鏡頭的轉換 你可以這樣子看 那剛才我們看到操控是什麼 類型 緊手 然後她跟家庭關係有關 然後她很壓抑 那個角色的個性是非常壓抑的 然後再來我們要看 出化妝服裝道具 還有這些布景 布景會不會說話 會 會 道具會不會說話 會 看她靜靜的 她其實都會說話 甚至於椅子挪動 她也是聲音嘛 然後我們還會很注意的 絕對是攝影 攝影很重要 它影響了一部電影的整個畫面 還有配樂啊 我們有時候配樂好 你會很記得這部電影的 所有的劇情發展 你會想起來 啊這一段她演了什麼 然後什麼是梳化妝跟服裝一定會最明顯的好 或者我們會注意 古裝片啊 歷史片啊 那我個人最喜歡的是做延伸閱讀 因為延伸閱讀它 我會覺得比較有趣啊 可以延伸很多東西去看 好 那這個操控呢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她一開始就是在 強調的是 危機倒數 有誰看過 沒有 來講戰爭 美國軍隊的一個拆 炸彈的過程 然後她這個女導演 她原來是演員出身 我覺得長得蠻漂亮的 我現在 現在七十幾歲 還是很 對我來講很漂亮 就像 我們各位有很多是非常漂亮的 年輕到年紀大 我覺得都不會受到影響 甚至於會越來越漂亮 因為那個是氣欲 那她的前夫 帶我來討望 詹姆斯卡麥羅 是鐵達尼哈 還有阿凡達的導演 很奇怪阿凡達那麼轟動 我當初去看真的是快睡著 也許現在看會覺得好看 我覺得她就是 畫面漂亮 然後我看到這位導演 我那時候奧斯卡 還沒有公布的時候 我覺得會是她得獎 他們兩個都入圍 非常多項的獎 她的確打敗她的前夫 她得獎 最佳一片 最佳導演 那她的下一部片是 0點30分 凌晨蜜蜜 刺殺賓拉登 有人看過嗎 沒有 手搖攝影機 看過 好 那也許 待會兒都可以談一下 刺殺賓拉登這個是 用手搖攝影機 這樣拍 因為她要展現那種 那種沒有人可以偵測到的 雷達無法偵測的飛機 進去賓拉登 睡覺的地方 刺殺她 海豹 美國海豹部隊 我們還是覺得 怎麼可能刺殺的了呢 這種分身一定很多 這是真的還假的嗎 反正到最後就是這樣 那賓拉登有那麼好 被殺嗎 賓拉登事實上 受過的軍事訓練 白刺美國 而且她的交付事業 跟美國有關 所以這整個的狀況 那美國的中情局 安排了多少年 去刺殺賓拉登 投下多少的人力物力 這是所謂的間諜戰 那各位可以看這樣子 來了解一下世界局勢 然後這個就是 她還有這部操控的電影 都會去談控制 因為都是跟家庭 跟驚悚片有關 講的也是夫妻關係 那各位可以知道她是誰吧 班埃弗列克 然後這個女主角呢 就有演《詐欺女王》啊 她演過《007》啊 還有之前有演過一個 《私人戰爭》 她講的是記者 是真實的 算正常的記者 然後這個的片子 是大衛芬奇 大衛芬奇的導演 她都是心理精神片 各位 如果有用臉書的都知道 臉書創辦人的故事 社群網站 非常好看 她有拍《戰力空間》啊 還有美國版的 《隆文森的女孩》 還有《班潔明的奇幻化旅程》 然後還有鬥陣俱樂部 鬥陣俱樂部講的就是 精神異常的人很多聰明 沒有人能看出來 她做了什麼事 她可以把別人騙過 她到底是不是可以這樣呢 這部片超棒的 可以一看再看 果宴說 看人害怕對不對 是 好 好 那這個呢 超夢的導演 班師坦 但她跟很多大片的導演合作過 當他們的副導 譬如丹麥女孩啊 福爾摩斯啊 她的第一部的短片 可以上網看得到 約瑟夫的作業 18分鐘而已 我反而會比較想看這樣的片 因為她講的是 伊拉克的難民跟 在火下的孤兒 然後她要 就是移民到英國 然後她入學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接下來的兩部 片子其實也都大了來頭 可是可以看出來 她就是喜歡拍驚蟲片 這個各位有沒有認出來 她是誰啊 這個女主角 剛剛換回剛才那一個 我不能按紅燈 我可以換回剛才那個撿到底嗎 然後這個是小丑女 叫我比較好投射 然後還索密布局 剛才看到操控的配樂 跟謝謝你 謝謝老師 這個的索密布局跟操控是同一個配樂家 可是我對於操控的音樂 沒有特殊感覺 所以我剛才放著大家 引入各位進來 再聽的是另外一部 一半追蹤的音樂 我覺得它可以帶出一種氣氛 而且我希望各位坐下來的時候 去調整呼吸 感受呼吸 幫我跳下一張 是我按錯邊了嗎 往上對不對 好 每次檢報比不太一樣 凱西艾伯列克是哪一位 右邊 右邊這一位 他就是剛才操控的 男主角 好聽一下這個音樂 就是海邊的曼徹斯特 一下 海邊的曼徹斯特 各位有看過海邊的曼徹斯特嗎 讀了一位二位老師 聽他有什麼 我所以呢 我想暫停一下 我还好我现在没有崩溃 我在这样看到 这样我要截图这一段的时候 我其实哽咽了好几分钟 我刚还没有在想我要讲什么 我就已经哽咽 也是因为我觉得她的命运 凯西艾伯列克在《海边的曼彻斯特》 她演的是因为照顾疏忽 让自己的三个女儿意外发生大火去世 然后她到了芯片操控 她又演因为车祸而知去世 《海边的曼彻斯特》这部电影是很引起注意 是因为我还注意到这个金少年 这位主角我觉得她整个灵魂进去这个角色 我那时候就觉得她超亮眼的 她前作还有《Veddy Bird》 那个属女《鸟》 然后演过《布达佩斯大饭店》 都很多名演员的 她爸爸是 她妈妈是诗人 爸爸是编剧导演 然后从小就统新 难怪他们会演戏 那生命的我觉得特殊可贵 还有神奇奇迹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从这部电影看到 一个失去孩子 一个失去父亲 他们两个是熟知的关系 那她的爸爸过世后 你把钱都留下来给你 亲弟弟希望他能照顾 那很多人愿意照顾 邻居啊 有一些船长都愿意照顾这个小孩 可是当然他会希望是宿主 那宿主你要承担一个 所谓生命的预养责任不是那么容易 尤其对西方人来讲 他会很害怕 那一个失去小孩 一个失去父亲 他们透过这样的关系 来资认另外一种情感 其实也就是父子情 那她的音乐非常动力 那这片子里面我们看到的是 这位女主角各位知道吗 她还演过 我们知道《玛丽莲梦露》 她超不容易演出的 她演了《玛丽莲梦露》 然后得奖了 她跟段贝山这个人是谁 有人会出来吗 西斯莱杰 西斯莱杰 对 她在段贝山里面 就是跟杰克·葛伦露演一对嘛 可是那个年代是不行的 那我看过小说跟这个李安指导 小说跟电影很不一样 还可以去观察的就是 小说它 它是很写实的 其实比电影还写实 很短的小说里面讲南方的所谓 矿工公园 就是公园 我不知道是什么行业 反正就是公园或伐木的 他们两个爱上我 其实看电影我最感动的是 其中一个去闻另外一个人的衬衫 在去世后 他是演已经是活着的 杰克·葛伦露演的是去世的 就现实生活中两个人相反 他去世了 所以我每次看到杰克·葛伦露演电影的时候 我都会想到他 然后觉得是另外一个生命在承接 另外一个生命在演戏 杰克·葛伦露是一个戏精 他非常会演戏 而且很会挑片子 他的片子每一个角色都我觉得非常难演 直到这一两年 我才把他们两个分开了 聊下去 多少他承接他的生命 这样对杰克·葛伦露来讲也太沉重了 那就是他就是演凯西埃国列列克在那个 海边曼车斯特他们演夫妻 因为上雨之痛 夫妻感情这样好也会分胎 那有时候不涉及爱情或婚姻其他的问题 而是伤痛没有办法再继续 那他们两个是亲修弟 哥哥弟弟 然后声音很像 然后班艾伏列克他也制片 他的制片的成绩很好 而且也会关心一个世界局势 而且他是我看过时尚前 编曲甲最烂的 所以就很有形象 然后这是班艾伯蒙各位知道吧 神鬼认证很出色的 他们两个很厉害 那我跟张导云在讲 他们两个十几岁自己浪学的时候 他们两个就是从在好莱坞就很幸运 他们编剧被看到 是心灵捕损 对 然后我是透过这样延伸阅读 心灵捕损的那个男主角 不是前几年因病自伤 我是这样一直去看到 伤痛伤痛伤痛 怎么处理怎么度过 每个人都有一些伤痛 或者因病 或者因为其他意外 那为什么要谈到麦克戴蒙 因为今天的操控是要制片 然后女主角哪一位 刚才我们看到少妇房仲燕者就她 丽雪莫娜汉 反正外国人名我就是很难记 那她的第一次出道 演的是香水 香水她还不是女主角 香水各位有没有看过 我蛮推荐各位要去看 跟一台老师也看过 香水搬回萧市 我第一次看到她演电影 然后电影跟小说又有什么不同 小说更残忍 那香水是一个 从小在市场边长大 她失去嗅觉 可是她要靠她就是天分 她可以制造出非常迷人的香水 那有13位女性受害 女主角是第13位 又香味又更迷人 那她不是性侵她们 而是采取她们的 就是身体制作成香水 够恐怖吧 可是看了这个电影 你会觉得 不会觉得说 你会讨厌这个人 因为你知道她很在专注一件事情 她不是一个社会化的人 可是看了小说 你会知道说 其实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才可怕 那这是德国的小说改编的 叫做徐世青 很有名 那这是女主角 跟汤菇斯在演 不可能的任务 第三期演 她的太太 就是让汤菇斯 后来一直想念的太太 然后汤菇斯 我们现在可以来 这个是香水的音乐 各位可以听一下 然后班维肖 我要介绍一下 就是她 我注意到她 现在是 駭客任务的音乐 你们可能会想要听更大声 黑 然后海 就不会想再讲 然后班维肖 我觉得她 呃 会注意到的是 各位还有没有看过 她演的祭司 锤太琪的诗 她演的是一个诗人 英国诗人 尤其她自己是英国人 所以她认出那个诗 非常好 然后因为锤太琪诗 她认识了配乐家 其他男性配乐家 他们结婚了 注册结婚后 那她的静坐是007 生死交战 然后现在的音乐 就汤菇斯追剧了 她会在是第二集 族行下 各位这样可以接受我的跳动 太好了 好 现在进入主题 时间还有 好